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秦剛難相處 華府人盡皆知 北京各方保健已暗中出鞘 秦剛免職敏感時刻 洩風驅襲重要活動 外媒鋪兩人互不待見 秦剛未取月席 曾半夜到博物館暑臺階 無機密文件顯示 軍援俄羅斯中共所為令人髮指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26日 星期三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秦剛難相處 華府人盡皆知 北京各方保健已暗中出鞘 中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 消失一個月後遭免去兼任的外長職務 由於他之前擔任駐美大使期間 是出了名的難相處 美國媒體25日指出 華府政壇想念他的人恐怕不多 政治新聞機構Politico報導指出 秦剛接任外長之前曾任駐美大使15個月 易怒對話者的性格在華府人盡皆知 且拜登政府每次都久久才點頭讓他與高階官員會面 讓他駐美任期頗為辛苦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負責打擊恐怖主義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前助理古博表示 華府的共識是秦剛特別難相處 並非是個很有效率的大使 而秦剛走後美中難題並沒有 就缺了一個重要關鍵 反而可能是消除了一個障礙 非營利機構捍衛民主基金會資深中國研究員辛格頓說 根據曾與時任大使秦剛會過面的基金會成員說法 秦剛是典型的趙章辦事趙本宣科的人 光當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應生蟲且不發時間發展人際關係 不過認識秦剛的美國政界人士說 也非人人都暗自欣喜他丟了關 2021年在華府一場活動中 截使秦剛的企業顧問戈洛弗表示 秦剛研究了美國制度數十年 對一個有這種專業程度的人來說 沒有發揮作用的餘地 對美中關係而言是一種損失 前美國駐北京大使鮑克士則認為 從秦剛與習近平的關係仍不足以保護他免於消失或免職的命運看來 恐象徵著習近平政府恐出現更多動盪 他說 北京各方的保健已暗中出鞘 秦剛免職敏感時刻 謝鋒缺席重要活動 外媒鋪兩人互不待見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遭到免職消息才剛傳出 接替秦剛出任中共駐美大使的謝鋒 原先預計出席在中共駐美大使館舉行的中共軍隊建軍節活動 卻因受傷缺席未能公開露面 中央社報導 中共大使館透露 謝鋒上週前往科羅拉多州出席阿斯本安全論壇時不慎摔傷 被迫缺席今晚的活動 活動改由中共駐美大使館 國防武官劉展主持 儘管美中軍事溝通管道尚未重啟 但仍有美國國防官員低調出席活動 英國《金融時報》曾透露 美國官員經常直接與中共政府負責美國事務的高官謝鋒打交道 熟悉內情的人士說 秦剛和今年接替他出任駐華盛頓大使的謝鋒互相不待見 據幾位熟悉內情的人士說 儘管秦剛與習近平關係密切 但他在北京的上司們在與美國打交道時經常繞過他 《金融時報》這個說法似乎被一段廣為流傳的視頻所印證 7月19日 在阿斯本安全論壇 當主持人問謝鋒中共外長秦剛在哪時 謝鋒回答拭目以待後 展示了一個燦爛的笑容 驚曝 秦剛為取月席 曾半夜到博物館屬臺階 前白俄羅斯外交官帕威爾.斯倫金週一7月24日在推特上回憶 2015年 他與時任中共外交部李賓斯司長秦剛共事的一段經歷 為了取月最高領導人 這些中共外交官臨時半夜要求去當地博物館屬臺階放音樂 斯倫金現在在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擔任訪問學者和政策分析師 斯倫金說 2015年 習近平訪問白俄羅斯 秦剛當時率外交部李賓斯提前來到白俄羅斯準備 首先令斯倫金吃驚的是 中共李賓斯到訪的外交官有數百名 而白俄羅斯整個禮賓部門只有11個人 迎接準備工作提早幾個月就開始了 斯倫金說 習近平第二天打算參訪白俄的二站博物館 秦剛決定在第二天凌晨2點到現場檢查 確認一切準備就緒 斯倫金回憶 當時的場面可以說是非常的魔幻 秦剛等人踏上博物館的階梯 一邊數數 一邊問 什麼時候會奏樂? 那時候主席習近平會踩在哪一階?是這一階嗎?還是那一階?你確定? 等到習近平回國後 斯倫金向秦剛的一名屬下搭話 對方罕見直言 在北京有上百個排在我後面的人盯著我的位置 所以就算我不做這些 也有人會做 無機密文件軍援俄羅斯中共所為 令人髮指 中共一直默默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隨著戰爭的持續 更多細節被披露 《先機日郵報》獲得的一份烏克蘭軍事情報機密文件 僅今年1月和2月 中國公司就向俄羅斯提供了價值2億美元 1.65億英鎊的武器零部件 此後還有更多運打 中共經營的國有公司被指控為俄羅斯提供海鷹無人機的零部件 俄羅斯用該無人機發射了4萬多發炮彈 每天使多達100名烏克蘭士兵喪生 7月21日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顧問弗拉休克說 我們的武裝部隊在俄羅斯侵略者使用的武器中 發現了中國製造的零部件和微電子產品 弗拉休克說 任何國家都不應與俄羅斯進行軍用級零部件貿易 因為俄羅斯傷害了無辜兒童 並對烏克蘭人民犯下了戰爭罪行 烏克蘭在俄羅斯軍方使用的導彈 無人機和坦克中 發現了至少9家中國公司的零部件 之後這些公司受到烏克蘭的制裁 弗拉休克指出 國有武器製造商中國北方工業集團和新興廣州進出口有限責任公司 向俄羅斯提供武器零部件 另外兩家公司華諾俄響北京貿易有限公司和新加坡的銀龍國際私人有限公司 是俄羅斯的主要軍事硬件供應商 烏克蘭調查人員還發現 俄羅斯海鷹無人機內置的導航系統 這些無人機由總部位於聖彼得堡的特種技術中心公司製造 該公司從香港公司亞太鏈接有限公司購買零部件 中共不僅向俄羅斯提供軍援 還一直利用新聞媒體進行親俄宣傳 歐盟高級官員警告說 中共媒體正在歐洲各地煽動對烏克蘭難民的仇恨和不信任 並傳播反北約信息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新聞視頻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